什么别克世纪竟然已经进入到50万的售价区间里面 关键还是一个7座版的车型 而且配置一点都不低 所以如果你问我在40到50万的售价区间里面 想要推荐一款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的MPV车型 我想没有比别克世纪更合适的了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验车公X 我是龙龙 那其实说到别克世纪这一款车型 我觉得最近有一个名词想要把它拎出来说一说 以前我们一直会说我是你的宝藏女孩 我是你的宝藏男孩 而别克世纪给我的感觉它就是一款宝藏车型 所以今天你的宝藏男孩带你来看看宝藏车型 那其实关于整个别克世纪的外观造型 我相信大家对于它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 毕竟别克家族做MPV车型向来是一个信手捏来的事情 要知道别克家族MPV车型累计销量已经达到160万台 这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数据 而别克世纪这一款车型自它上市至今年5月份 累计销量也已经突破了1万台 并且连续三个月达到了50万以上 大型豪华MPV的销售冠军宝座的这样一个位置 足以见得无论在整个配置外观造型 还是它的整体的设计层面上 显然是符合大部分用户对于这一款车型的需求 比如说像是全新的PU-Design纯粹设计理念 带给这一款车型不仅是一种比较淡雅的设计风格 同时还也凸显了这一款车在气场方面的表现 当然外观部分其实我们还是见仁见智 我相信通过销量还是能折射出一定的表现的 但更重要的是这一款车型在内饰部分的配置 包括豪华的用料层面上是否能够符合大家的需求呢 那车内部分我们按照惯例还是先从前排聊起 其实关于整个前排的设计 我相信可能是大部分用户或者说甚至车企都不是那么在意的 要知道毕竟有一个造车新势力的老总 还竟然讲出司机是一个比较低等的职业 那实际上我认为别克在前后同权这个概念上始终做得非常不错 因为在他们眼中坐在驾驶位的不仅仅可能是公司的司机师傅 他更可能是一个家庭最重要的这样一个人物 也就是负责赚钱的那一位 所以其实在整个前排的设计上 他对于驾驶者的保护也好 对于驾驶者的用心还是非常到位的 比如说他全系都已经标配了前排的座椅通风和加热功能 另外还有一个弧线的曲面屏设计 除此以外当然还有像是拨片换挡 多功能方向盘驾驶辅助功能 因此可以说在整个前排的配置部分 我觉得就完全就不亚于一个豪华的轿车表现 另外像是整个储物空间也是非常的宽敞 前排有着USB2.0的3.0的接口 点烟器接口 下部也有着非常深的一个储物格 除此以外如果是女生来开这辆车的话 不能平常一个小的包包啊 或者他的拖鞋在开车的时候是不能穿 都可以放在当中这个储物区域 整个扶手台也会根据你不同的身高尺寸需求 分为左右两驱控制 右边是杯架而左边是可以放一个手机 所以在整个前排的设计上其实我觉得它是完全照顾到了一个驾驶者的用车需求 那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别克世纪真的做得非常不错 但是考虑到这一台车型它本身的定位还是以豪华MPV为主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去第二排看看 是商务用车更合适还是家用车更合适 抑或是在这辆别克世纪的车内家用商务都可以兼顾 那很早之前我有去动态体验过别克世纪的四座版车型 那发出来之后很多小伙伴都说 哇这个后排简直是太豪华了 但是如果考虑到家用或者是比较多人数的商用的话 好像四座版本车型座位真的有点少 那当然后来还推出过六座版本的车型 但是考虑到一个家用层面出发 或者说满足更多人口的出行需求 或许七座版本才更加合适 那在这一款七座版本的试剂车内 我首先第一个感受就是 它和四座版本相比较起来 它的豪华感真的是一点都不弱 比如说第二排座椅的两张航空座椅 它真的坐起来是非常舒适 而且整个包裹感是很不错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体型是比较壮硕 但即便是坐在这张座椅里面 但左右两侧并没有这种非常狭窄的感受 要知道在之前的一些MPV车型里面 它可能为了营造出豪华的第二排座椅 采用航空座椅之后 它的整个座子链是比较窄的 而在这辆试剂里面没有这个问题 那关于豪华感它是怎么去营造的 除了这张淘胆舱的座椅之外 还有就是座椅上面的一些功能部分 那其实在整个别克试剂车内 它目前芯片都是采用了8155的车机芯片 而在后排的两张座椅上面 它的靠过道位置扶手 分别是有着两个小屏幕 你可以去控制这一张座椅的前后移动 包括靠背角度的移动 以及座椅的通风加热按摩功能 你都可以在这一块小屏幕里面去实现 当然我知道有很多电子发烧 有可能会觉得这个屏幕不是那么的靠谱 万一发生问题怎么办 不用过于担心 因为靠车门两侧的座椅内侧 其实还有个小面板 你同样可以通过这个面板上面 去控制座椅的前后移动 除此以外像是后排的小桌板 你坐车的时候想办个工 或者说把小朋友的腐蚀放在上面 让小朋友坐在后排 乖乖的把饭吃了都没有任何问题 因此可以说在整个别克世纪的第二排座椅 我相信无疑是展现了世纪 这一个名词所要传递的这种豪华精神 那么既然是一个七座版本车型 我相信除了第二排座椅 第三排座椅也是格外重要的 所以现在我们会把第二排座椅略微往前移动一些 调整到我比较舒适 或者说更符合进入到第三排的这样一个需求 那现在先给大家一个概念 我现在腿部空间大概是有着两拳以上的一个表现 并不是一个特别局促的空间感受 所以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下 我们去看看第三排能带给我们怎样的表现 那关于第三排的空间表现 其实别克世纪这一款车型 是采用了二三排座椅固轨的一个设计 这有什么优势呢 我们先等一下给大家说 因为我们先来聊它的整个空间表现 那其实在这辆别克世纪第三排的座椅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腿部空间是非常宽敞的 那我后排的腿部空间 大概是有着两拳三指到四指左右的这样一个空间表现 可以说这对于一台MPV车型来说 真的是表现很棒 因为以前我们都知道 无论是MPV还是SUV的第三排座椅 相对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积累 而在这辆世纪的第三排座椅 不仅可以坐三个人同时 还能把当中的扶手给放下来 所以坐六个人 也就是后排坐两位乘客的情况下 真的可以坐得非常宽敞舒适 而且在后排的配置上面 像是后排的空调珠峰口 一个USB一个Type-C接口都已经配备了 最可怕的是 第三排座椅它竟然都是电动调节的 你看按在左右两侧门板上面 第三排座椅就可以实现一个电动前后移动 并且实现一个电动靠背角度调节的功能 那这里就要提到我们刚才说到的 二三排座椅共轨的一个概念 那实际上它这么操作的优势也就在于 当我车上只需要坐四位乘客的时候 我可以完全把第三排座椅 尽可能的往后移 而当我车上需要放更多行李的时候 也可以把第三排座椅尽可能往前移动 从而去获得一个更加灵活的空间表现 那这显然也是别克世纪 在车内部分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和成就 OK那通过今天的整个静态评测 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别克这一款7座的世纪 真小版车型它是真的香啊 无论是整个内饰的配置还是用料部分 它都给到了用户满满的诚意感受 因此可以说如果真的你手持40万的预算 想要去购买一台具有面子又有里子MPV车型 我相信这一款别克世纪应该是一个最佳选择了